跌淺檔連環犯案 百歲人稅被騙 大角咀海庫院木室成災 居民晚晚雨室逃眠 行人天橋頂也有人住 住在這裡的人出入 分分鐘賺命播 馬上東張細亡 大家好,歡迎收看東張細亡 連日來都下大雨 終於見到雨後有陽光 而且有網民更加 昨天見到在香港不同的地區 都出現一個罕見的天文現象 就是叫火彩虹 甚麼是火彩虹呢? 看看,挺漂亮的 火彩虹即是環地平湖 它之所以比普通的彩虹更罕見 是因為一,高空需要有一些卷雲的存在 二,加上太陽照射的角度 是58度或以上才有機會出現 所以是非常罕見 是的,我真是孤流寡問 別說我沒見過火彩虹 聽,我也是第一次聽 有人說見到火彩虹 見到彩虹就是好預兆 另外,如果走出街 看到有錢的話 真是別以為自己走運 分分鐘是被人騙的 近期多區發生跌錢檔騙案 半年內至少十三宗 被騙金額由二千至八千五元不等 總金額達六萬元 收賀人多數是長者 今早我們去到其中一位受賀人 一百歲的善伯家 他也很不開心 不過社工再三叮嘱善伯 不要再輕易相信陌生人 於是遠距了我們的訪問 善伯這次被人騙了三千元 如果街上有人跌了搭錢 大家會怎樣處理呢 哪有大隻蟑螂踩街跳 我直行的不愛 為什麼 因為貪人 把他拿起來 會否藏起來 不知道 藏起來嗎 是 但是有一個人走出來 說跟你一起分了那筆錢 你會不會和他一起分 沒所謂 沒所謂 你知不知道現在有些跌錢檔就是這樣 說跟你分錢之後 然後乘機偷你身上的錢 是這樣的, 交給警察 交給警察 如果有人說跟你一起分了那筆錢 不行 有沒有聽 白不白的 跌錢檔的犯案手法 通常都是兩個人行事 他們會早上在銀行 或者自動跪完機附近 找剛剛提款的長者做獵物 其中一人會先走到長者身邊 說地上有很大的錢 主動提議和長者評分 接著他就會帶長者 去一些僻靜的地方 這個時候 另一騙徒就出現 聲稱自己是物主 說那筆錢是他的 還說長者身上收了錢 於是就向長者搜身 也是這個時候 偷走長者身上的現金 之後逃至要要 雖然警方早前在天水圍 拘捕兩名男子 懷疑他們跟跌錢檔騙案有關 不過各位觀眾 記得提醒家中的長者 提高警覺 不要輕易相信陌生人 騙徒的手法 到現在還是層出不窮 還要特地向老虎孺出手 是的 騙徒的手法肯定會層出不窮 但針對的都是同一件事 就是人的貪念 所以如果人繼續有貪念 即使手法多麼層出不窮 其實都會繼續有人上檔 沒錯 就好像近來有個人幫電騙黨 冒充那些入境處的人士 或者內地執法人士 打電話去騙人 加加麻麻他都騙了五百多萬 最終他被人拘捕了 他幫人騙了五百多萬 但原來他的報酬 只有二萬元 又是比貪治還要不值得 當然不值得 不過這些騙徒手法 真是層出不窮 蓋也還有 很氾濫 就像木塞一樣 滅極也還有 大角咀海庫苑 外面看起來很微很貌 誰知道原來裡面生木塞 不少居民投訴 說多年來都受到大量木塞折擾 有萬多隻, 拿衣服來拍攝 拍攝在這裡 在這裡 就是他這些爛衣 在床底下就有的 有沒有這麼誇張? 我們去到其中一個 受失患侵襲的家裡 發現真的挺嚴重 一進屋就看到整個牆 都是木塞的痕跡 床褲也有很多木塞的屍體 婆婆甚至誇張得 在自己枕頭隨手就找到一隻 還立即消滅了它 在九月, 在日本海和岳坡 似乎海 要是牠咬得癢 要是紅薄薄, 要是牠咬手 手, 全部都可以嗎? 紅薄薄? 很多年, 兩、三年也要 兩、三年? 每一次天天就咬了 天都沒有, 天熱, 天熱, 天熱 隨便看看, 也看到這裡有一隻 那裡有一隻 婆婆真的沒有睡覺 為了度絕失患 屋裡有機會窩床木塞的洞洞洞洞洞 都用膠紙封實 但任它點風, 仍然拖屋都是 其實情況這麼嚴重 受影響的街坊都向房署求助過 得回來的答案 都是說屋主個人衛生有問題 對, 但現在說的並不是只有一兩個單位 有木室 不少的居民 其實他們都是長期受著木室的煎勞 長大可能真的五年之多 最簡單的兩個部門 食環署說木室這些問題 你可以找一些私人的滅室公司去求助 現在房署可能做一些很簡單的清理工作 或者去一些受影響的長者屋裡 只是幫他收拾一些宅物 可能噴一些滅室水 但這些是治標, 不治本 不是表面上幫他噴幾下就已經做到 Darren, 我好奇想問 你有否計算過你每天平均花多少錢 其實真的不多 我早上起床吃過水果 就出門頭上班 然後上班後, 公司三 然後去外景吃飯, 公司有津貼 這麼好的? 挺好的 然後晚飯, 我要麼多數都去我家人吃 要麼就去我女朋友家吃 有時候我還會拿一些髒衣服上去 一邊吃一邊洗, 水果可以燒賣 那挺好的 你的人生是給你的家人 給方方, 即是你女朋友 以及被公司包起來了 那你那些老婆本 應該儲得七七八八, 應該記得婚吧 結婚宜吧, 買樓才難 不會的, 很快就儲得錢 如果你想再節省一點 我下次建議你和方方拍拖 去以下這間餐廳吃 兩個人拍拖, 如果四分鐘後 吃完一碗飯, 是不用錢的 大大碗的珍珠米 日本直送原隻拆月的松葉蟹 還有肥刀柳的拖羅 配上極其邪惡的海膽 這個極量刺身檔就這樣完成了 這碗飯真的很大, 比我的臉還大 而且拿上手也很聚首 我猜也有五、六磅重 如果要在四分鐘之內吃完 我想要有這麼大胃才能吃到這麼大碗飯 我自問真的無能為力了, 交給你了 這個挑戰只限男女混合參加 這對遊客情侶即時報名 我真是你們要挑戰的飯 四分鐘之內要完成它 一、二、三, 開始 一開始, 這對情侶卻拼命地吃 不過她們吃來吃去, 都是吃麵果浸 那上面有飯的, 在上面 一打開, 這個哥哥仔 當頭眼睛大了, 出力吃吧 兩分鐘過去了 但還有一堆東西還沒吃 看到Victoria吃到眼睛大了 真是可憐 好, 真是可憐 最後到數了, 你們行不行呢? 二、二 再見 看到魚山都吃了兩塊 蟹肉也吃了大部分 不過還有海膽 其實他們已經很賣力了 剛才不斷地塞進口裡 我想這裡還有一碗飯這麼多 還沒吃 挑戰失敗了 輸了就麻煩你結帳 多謝四百八十八元 不知道這對本地姜情女 又能否能行呢? 有點辦法 一來就把當飯一分為二 男的就捱義氣吞兜飯 女的就狂對魚山 看她不斷地塞魚山入口 我想她吃了甚麼落肚都不知道 男的更可憐 你看她吞到臉都紅了 差不多窄色 怎算好, 女士出手吧 好, 這樣幫幫忙 隨時有機會贏 3、2、1 時間到了 等一下 怎麼樣… 很恭喜你, 這次不用付錢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這麼高難度的挑戰 目前最快的時間是多少呢? 暫時最快是多少分鐘完成呢? 兩分十一秒沒有記錯 整個過程是怎麼這麼快的? 女生一開始吃完刺身 男生吃飯 最後女生又加點煎魚湯 幫男生吃, 真是很快的 如果要拿機票 要在兩分十一秒內完成 就有機會拿了 聽到沒有?相信大家都偷到詩了 這個挑戰會到七月三十一號 為了去日本, 你可以去到多盡呢? 香港的一屋難求 旺角行人天橋頂也有人巴黎住 九龍灣有兩間這麼多 住在這裡的人出入 隨時找命搏, 轉頭東張細亡 歡迎回來東張西望 最近有機構公佈全球最佳機場排行榜 香港國際機場排第五 而且還獲風為很好睡的機場 平宇亦說香港國際機場不單止夠乾淨 冷氣也非常夠冷 而座椅設計也非常好 中間沒有扶手, 可以整個人躺在這裡 而旅客也可以隨時坐在地上 據聞香港機場 其實都長期會有二十多個住客 躺在機場上, 早上起床就出街 然後晚上又會回來睡 其實這個現象都挺Hong Kong style 去到哪裡有人躺在這裡 就好像天橋底一樣 其實我們平時經過天橋底, 見到人躺在這裡 都覺得見慣不怪 但原來現在新款是流行, 躺在天橋頂上 香港地, 人人都為了房子做到廢寢忘餐 就算說著劏房, 閒閒地也要幾千元租金 才有交易 而在旺角亞街老街和唐美道交界 這裡人多車多 但竟然有人選擇在行人天橋頂上? 究竟是真還是假? 對 你有見過他嗎? 對, 應該有 在上面, 中間的橋頂嗎? 對… 什麼時候見過他? 在這裡幾個月了 就是幾個月前就搬來嗎? 對… 你有沒有見過他怎麼走出來走進去? 在這裡走, 這裡爬出來 爬上去之後再上去嗎? 對… 只有一個人嗎? 一個人, 應該是一個人 男還是女? 男 這條天橋沒有露宿者 不過又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漏眼 說得對, 真的很容易看漏眼 從地面看上去天橋頂 根本平平無奇, 沒什麼特別 但原來仔細看 竟然看到天橋頂有堆雜物在這裡 究竟是怎麼走上去擺東西的呢? 我們估計這個男人 就是經這條行人天橋側面的欄杆 爬出圍欄 之後再沿著天橋頂 走多大約三、四十米 就來到他的屋了 看到門口大約只有二十八寸高 就像一個兩、三歲的小朋友那麼高 真是胖一點也鑽不到進去 如果一個大人想進去 就一定要摸身, 趴進去才行 不過進去又完全不同了 對, 不知道住在這裡 這個人是否想過、度過 竟然懂得利用行人天橋頂部的凹位 作為活動空間 就算整個人都站起來 都可以說是沒有難度的 看到地上有床墊 還有不少衣物和波鞋 還有多個旅行行李箱 全部都擺放得整整齊齊 看來這個人挺有規律的 不僅如此 吸塵機、雪櫃、電熱水煲 通通都有 但在哪裡才能拿到電呢 相信都是用來裝飾一下 話說回來 這裡風涼、水冷 夏天又真是好住劏房 雖然這裡環境不錯 但始終都是公眾地方 兼且又是天橋頂 如果萬一擦錯腳 就很容易跌到下面的行車馬路 後果真是不敢想像 我們連日來在這裡守候 希望可以找到住在這裡的僑民 但不知道是否因為 因為最近經常下大雨 回家裡有難度 還是有關部門張貼告示 不准擺放雜物 所以他不敢回來呢 有當區區議員說 露宿者住在天橋頂 其實真的有不少隱憂 我們都很擔心 因為天橋上是搭滿了板 萬一遇上大風大雨 這些街板吹下去下面 大家都看到這裡是馬路 如果街板吹下去馬路 而引致交通意外 其實大家都不想 除了旺角出現 這麼奇麗的天橋頂屋之外 原來九龍灣也有類似的情況 我們在宏照道 通往啟福道的行人天橋 這個通道迴旋處位置之間 竟然出現了兩間 非常簡陋的搭建物 其中一間小屋 大約有三、四十平方尺 用了多件木板砌成 外面再加多了一幅 尼龍帆布遮擋住 我們拍攝期間 突然看到這個中年男人 在這間小屋走出來 別看他身材瘦削 但原來他的身手挺敏捷的 他一隻手抓著天橋的欄杆 一個隱身 不用幾秒鐘, 整個人跨過了 差不多兩米高的欄杆 很輕易地走進行人天橋裡面 真的看到我們眼睛都凸了 不如我們再看多一次吧 看到他單手抓著天橋欄杆做借力 之後再單腳踏上去 你看, 他只是跳了兩跳 就經意走進行人天橋通道 看來真是輕功了得 不說, 以為他真的在玩襲擊表演 不過大家千萬別學, 真是很危險 剛才我看你這裡, 這裡很新手 這裡出來 當然是發現的, 當然 奇怪, 那裡沒理由睡到人 睡到的 那個位置睡到嗎? 睡到, 做好門外睡, 去那裡睡到 至於他旁邊的另一個單位 面積有半個二十呎貨櫃箱 這麼大, 屋身同樣的木板 和帆布搭建而成 四周還掛了不少衣服 又有電飯煲、工具箱 看來真的有人住在這裡 看進屋裡, 發現床竟然裝了兩幅蚊沙 看來屋主真是挺有心思 看到四周也有草叢 知道這裡蚊患情況應該挺嚴重 究竟為甚麼他要住在這裡呢? 你不知道我為人了 你告訴你 我害到四周 我都可以犯得住的, 我做人 是 所以天下也是我的家 你沒有, 歸心我 我不管你, 你管甚麼都好 不要犯我 蠢片 你不知道我為人了 我在海邊都犯了 成不成幾年 你不用管我的事 在家裡我都不回家 香港租金這麼貴 所以如果可能住到這些 不用千景屋廳上來就好像很化繩 但大家千萬不要學 因為一, 犯法 第二, 我想起自己的房子應該很難 第三, 哪會舒服呢? 誰不想住得舒適, 吃得招職 不過說到吃, 有位朋友真厲害 他駕駛著車 然後不斷拍在路邊 然後在車頭上用紙寫著喝茶 不過他以為喝茶就可以把車亂拍 就不用被人抄牌了嗎? 這位充滿霸氣的朋友 當他喝完茶, 吃完包 走出來的時候 就看到一位警察抄牌 他就很聰明 以為自己可以一酒了之 上車搭乘 誰知道他離開的時候還撞到警察 最後就被人拘捕了 說明是嚴打為拍的, 當然無情說 你猜每個人都像以下這位 賣雪糕的伯伯一樣, 這麼好嗎? 連賣無力的新區 斜路上推著沉重的雪糕車 雪糕伯伯王廣 為的只是令學生 在嚴下品嘗到雪糕的冰甜 雖然王伯伯今年初與世長遲 但雪糕伯伯的精神 原來還有人承傳下去 你還要吃什麼? 吃雪糕的喝汽水? 吃 你說什麼? 有 付錢給你, 你看看吧 78歲的歐陽伯伯 在九年前開始 逢星期一至五 都會到九龍塘校區開檔 就算做到大漢搭小漢 他也會加快手腳, 撿齊工具 準備出發 為的只是準時兩點鐘開檔 在這麼熱的天氣 向小朋友送上最冰涼的心意 除了雪糕、雪糕 歐陽伯伯伯伯 還一定會準備小朋友的滋愛零食 我有些東西讓賣便宜的小孩 我一元的東西都可以賣 是應酬的小孩, 這些沒錢賺的 但有些小孩沒那麼多錢 有一元買這些東西 貴的, 貴的雙買也買不到 他有時候自己開心 一元一包的餅乾 兩個半一包的點心麵 他不僅賣得便宜, 還要服侍周到 每逢有小朋友買雪糕 他都會細心地幫他們拆賣 你幾包餅吃得餓 吃得餓? 吃得餓吧 來, 搖一搖 你喝汽水就送吧, 多謝你 看見小朋友吃雪糕吃得舔你 他就心滿意足 所以見你開檔 他有時候吃過自己, 很開心 很多在附近讀書的小學生 都有光顧了幾年 跟歐陽伯伯亦建立了深厚感情 發生了多少年? 應該由一年級開始 一年級開始, 你們倆的感情很好 有時候伯伯會給我一些東西 送東西給你 是 伯伯平時對你很好嗎? 是… 他不會罵人, 你買東西 他不會嫌犯那麼多人 他會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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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他經常收小一愛的錢 因為覺得你是小朋友 所以收小一點 對 雖然歐陽伯伯 在小朋友面前盡興暖男一面 但原來他從來沒拍過拖 全因為要拚命工作 不過擺了當作四十八年 今時今日歐陽伯伯 對於賺多少錢都已經無所謂 後來其其不要想太多 賺多一點就多一點, 少一點就少一點 當然要這樣想 每逢暑假, 歐陽伯伯都不在這裡擺檔 不過雪糕車不在, 但雪糕情形在 暑假就不能幫助雪糕叔叔嗎? 對… 因為他會去其他地區 但也會想念他, 想念他 這些小孩不開檔 想念他心裡掛念他的心理 歐陽伯伯, 九月開學等吃你的雪糕 看完整條片,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歐陽伯伯竟然還沒拍過拖 對, 為何這麼多年來 都找不到心儀的對象? 我覺得可能是跟他的工作環境有關 他平時都是見小朋友多 然後可能帶著小朋友的中年女士 可能是他們的媽媽 或者婆婆, 媽媽 對, 又或者是菲傭 所以他未有機會遇到他的女神 是嗎? 我反而覺得伯伯的回答 好像我們的藝人回答菲文 問他有沒有拍拖 就說沒有, 我工作為償 事業為重 所以可能伯伯已經有幾個老婆 不告訴我們 這個謎題, 我希望我們今晚解決不了 下次見, 拜拜 連續包薯片, 整班人竟然搞得要報警 網上紅包的鹹蛋薯片 為何這麼大魔力 網上購物如何避免中伏 留意東張細亡 輕巧 bold包